大家好,我是桑迪 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开始来学习我们的第五课 就是VI的设计思想及使用 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可能不管有没有用过Linux操作系统 实际上我们都会比较清楚VI这个工具,对不对 它是Linux下面顶顶大名的 在我们的命令终端下面的这样一个编辑工具 就类似于我们,比方说我们习惯了用Java 那类似于我们的Eclipse,类似于我们Windows上面的这个记事板 那只不过是什么呢,只不过它是在字符界面下面的 不需要启动我们XWindows这样的一个图形界面 那么VI的话,实际上它在刚开始我们使用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觉得不适应,原因在于什么呢 它不同于我们Windows下面一些东西,一些编辑器那么好用 那么所见即所得 实际上我们在用它是要记一堆的命令 那这堆命令刚开始会非常的不习惯 但是当你熟悉了之后,你会发现非常好用 那有的人就会问了,那事实上我也听说过 在我们的,比方说就拿Ubuntu来说 它的这个图形界面下面有很多很优秀的这样一个文本编辑器 我为什么要去用UI呢 原因是因为很有可能我们到时候在很多时候在工作的时候 在调试的时候,在我们做系统配置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没有图形,没有图形界面的 比方说我们要装一台Linux的这样一个服务器 那一般情况下我们都知道图形界面它是比较好资源的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一般装Linux服务器的时候 我们都是不装X-Windows这样一个服务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配置什么文件或者编辑什么文件 是不是就很不方便 或者说你根本,如果你不会了VI的话 那基本上就有点寸步难行的这个样子 有点寸步难行 那当然也会有别的一些工具 只不过VI是我们用的最多的 是我们用的最常用的 好,下面我们就来进入这个课程的一个学习 熟练的使用VI也是我们Linux开发的一个基本功 但以后在真正的我们在做企业应用的时候 用这个工具未必会很方便 那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也会用到一些图形化的这个编辑器 在我们做一些企业应用的时候 所以但是呢VI永远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功 永远是一个基本功 好,这一刻我们的课程目标是熟练的使用VI和VIM 那VIM是VI的一个升级版 实际上现在在Ubuntu里面我们只要装了VIM 那么这个我们当前所用的VI就是我们的VIM了 就是我们的VIM VIM包括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字符显示方式 包括它能够支持语法高亮啊等等等等 所以以后只要我们装了VIM 在就拿在Ubuntu里面 装了VIM过后 它会建立一个别名 把VI指向VIM 也就是说你不管是敲VIM还是敲VI 实际上启动的都是VIM 这个大家要理解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要去学会在VI里头去配置这样一个语法高亮这样一些扩展 让我们的字符界面的在写代码的时候也会非常舒畅 这课没有什么很复杂的地方 所以没有什么重点难点 考课目标也没有 那么课后练习就把本课我所演练的都做一遍 并且拿一个以前写过的加网文件或C文件给它敲进去 那么推荐书籍就是官网下载的VIM的用户手册 有中文版 当然也有英文版 好 这就是我们课程这课的一个内容 我们先来看一下VI 那么包括VI的一个安装 这个实际上昨天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演示 对吧 还记得我们昨天给大家说的吧 我们去官网 我们去官网下载了VI的原代码 就是这个VI7.3的这个原代码 我们把它解压 并且给它进行了原代码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配置和编译 编译完了过后 我们就编出了这样一个VIM这个程序 然后我们就执行什么make install 对不对 把它进行安装 这个过程我就不再去重复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缺少一些酷 对不对 像我们昨天也碰到了 他就可能会编译不成功 他就会说缺少了一个encursus这样一个酷 那这个酷是干嘛的呢 我们昨天也已经说过了 它是提供我们字符终端的这样一个处理酷 有了这样的一个酷 我们的VIM就可以支持比较复杂的字符终端的这个显示 像什么语法高亮啊等等等等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也依赖于我们这些内容 也依赖于我们这些内容 这是他所依赖的一些内裤 好 这个这个昨天我们都已经安装过了 所以没什么好说的 那么默认的情况下 我们的Ubuntu Ubuntu在默认的情况下装完了之后 它是没有这个VIM的 对不对 我们就只能先用VI 比较比较初级的这样一个VI的这样一个工具 那么我们下面就开始来使用啊 就开始来使用这个VI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通过VI怎么样来来创建一个文件啊 我们或者怎么样进入VI 我们都知道是是不是直接敲VI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跟我们以前是一样的对吧 而且以前我也常常展示通过两种方式 一种是直接敲这个命令 那这个时候是没有文件的对不对 那没有文件的话 先进到当前工作文件夹 如果没有文件 是不是我们进去了过后 还可以再去给 在保存的时候去给他建立这个文件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呢 我们一开始就给他建立一个文件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用VI 比方说 word或者first.c 就给他起这样的一个文件名 我们完全可以给他起这样的一个文件名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样一个VI的界面的一个编辑 VI界面的一个编辑 当然这个启动方式 你也可以通过man去查看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那下面我们进来了过后怎么去用它呢 正是我们今天课程所要去学习的 我们来看一下 在VI里面有哪几种模式 我在这里把它做了一个总结 因为我看 很多人都说在学VI的时候都觉得比较乱 都觉得比较乱 也记不住那么多命令 我在这里把我们最常用的一些内容 把它做了一个总结 放到这里 我们先来学习一下VI有三种模式 一种叫命令模式 就command model 命令模式是用来干嘛呢 更多的适用来进行像排版呢 编辑啊 这样的一些工作的啊 这样的一些工作 那么这个命令模式就有点像什么 大家想象一下 这时候在我们的字符窗体里面 字符窗体里面 它是没有像图音菜单的这样的一些 这些菜单啊 这些菜单或者按钮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通过命令模式 结合一些命令来完成类似于这些菜单的工作 什么select all啊 然后什么查询啊 查找啊 或者替换的啊 就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这个就是我们的命令模式 那么我们进来过后 默认的情况下 VI就是处在我们的这个命令的模式下面 就处在我们的命令模式 第二种模式就是我们的插入模式 那么插入模式也称为编辑模式 这个就是我们往里面输入文本的这样一种模式 第三种模式就是我们的底行模式 也叫一个扩展模式 EX model 那么底行模式更多的是用来执行跟文件保存相关的一些命令 跟文件保存相关的一些命令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三种模式分别是什么样子 以及他们如何去切换 首先我们说了 从这个模式 这个这个进来过是我们的命令模式 看板的模式 这个时候你敲一下你的键盘想录入东西 你看我敲打了 想录入东西 实际上是没有反应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界面 在这个模式下面 实际上 它是不允许你直接去录入东西的 那么如果要录入东西 那么我们就要进入到编辑模式 那从我们的command进入到editor这个模式 通过什么方式呢 通一般情况下 我们通过这三个方式 按一下i i就是insert嘛 就表示什么呢 在当前光标处插入 插入一个新的文本 这样一种方式 那么或者按a a就是append 追加就在当前光标的之后 去插入一些文本 或者按o o就是 换行 在新的一行里面 去插入这样一个文本 我们来做一个演示 我现在按一下i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按了i了 现在我就可以在这里面来进入输入了 在光标处进行一个输入 在光标处进行一个输入 好 我们再回到零点 再回到零点 我们再按一下a 比方说我现在先输入两个abc 我现在要在b的后面接着输 就b和c之间接着输 现在光标在b上面 我们就按a 好了 然后现在开始进行输入 大家可以看 就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同样的 如果说 还是这样 我现在光标在b上面 我如果一按了i 进入到我们的编辑模式 他就在ab之间进行输入 就是他们的一个区别 那我们再通过o 通过o进入到我们的编辑模式 他就直接在新的一行 然后直接进行输入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从我们的命令模式 切换到我们的编辑模式 三种方法 我们尽可能去理解这几个字母 i insert a aband o 就是命令新新起一行 但这个o这个单词 我一直没有 我查了半天 一直没有查清楚是哪个单词 所以这个 这里头大家只有记一下 那么 如何再从我们的编辑模式 再返回我们的命令模式呢 就按esc就可以了 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我们正在编辑 好我们现在按esc就返回回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能直接去编辑了 就不能直接去编辑了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怎么从我们的初始的 这样一个命令模式 进入到我们的底行模式 进入到我们的 通过冒号 就是就可以进入到 我们的底行模式 打一下冒号 大家可以看 就在这下面 就会有我们底行的一些 操作 那么底行模式 就在这下面 其实就是输入 他所支持的一些内部命令 比方说 我打一个 W的这个命令 他就把它进行保存了 把这个文件进行保存了 好 这就是我们的进入底行模式 底行模式 切换回来是通过回车 我们输完的命令 总是要进行回车的 对不对 还有 那么这已经讲了 从我们的命令模式 往另外两种模式进行切换 那另外两种模式之间 能不能直接切换呢 实际上是不行的 实际上是不行的 好 我们就知道这样 这样的三种模式 我们先清楚 下面我们就是重点 来学习这些命令了 我在这里做了这样一张表 这是三个模式 命令模式 编辑模式 和我们的底行模式 好 再打反了 这是底行模式 这是编辑模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表 通过这张表 我们先看简单的吧 在编辑模式下面 没有什么命令 需要我们去记忆的 也就是说什么呢 也就是说 你看我们通过O 进入到编辑模式 在这下面 我们是不是跟我们正常的 文本记事本的一个输入 其他在包括在Windows上面 一个记事本的输入是类似的 对吧 是类似的 而且你如果要进行文字的左右的 这样一个就光标的左右移动 你就可以用我们的箭头符号就可以了 用我们箭头符号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模式是很简单的 我们无视自通 无视自通 直接就可以会了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底行模式 底行模式有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我们主要是两类 一类是保存 一类是保存 一类叫设置 其实叫设置 但是我们常常用到的也就是设置航号 那么保存操作就有哪些呢 w 冒号 w就是保存的意思 q 就是 quit 退出的意思 w 就是 write 就保存的意思 然后 q 加上 然后 q 加上感叹号 表示强制对退出 不保存 w 和 q 就是 write and quit 那么就是保存之后退出 对吧 还有 w 跟一个文件名 就表示保存成什么一样的一个文件名 我们把这几个都操作一下 w 我们刚刚已经用过了 我们再来试一下 q 你看在 q 的时候 他就会提醒 提醒你做了一些修改 是否要进行覆盖 是否要进行覆盖 那么 这个时候 我们用再试一下 强制退出 那么他就什么都没有保存 那我们强制 强制退出了之后 他就什么都没有保存 对吧 那我们再来 我们在这输入一点内容 输入点内容 比方说 hello 好 然后我们来保存 并且退出 用 wq write and quit 这是我们常常用到的 你也可以用个 x 来取代 就是通过一个 x 也可以跟 wq 是一样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保存下来了 对吧 好 那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把它保存成另外一个文件 另外一个文件 比方说给它保存成 保存成什么呢 保存成 hello1 hello1.c 这样一个文件 好 这里他就提醒 保存成功了 我们退出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 这就有个hello1.c 对吧 就是这就有个hello1.c ok 我把hello相关的删掉 好 这几个操作 这几个命令 我们就简单的了解了一下 在这里 其实我们说了 也可以用一个 x 来替代 x 来替代他们 这个就是我们的底行模式 底行模式的这样一个保存的操作 那么如果我们在底行模式要进行设置呢 就用 set set 什么什么什么 比方说 我们要用 set n u 就 number 的一个缩写 或者 no number 来取消行号 这个是设置行号 这个是取消行号 我们来看一下 set number 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行号就出来了 对吧 行号就出来了 hello 这样子 好 我们再来 set no number 就没有了 当然在这些过程中 大家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是不是可以缩写 n u set n u 或者 set no n u 这是两种缩写的支持 所以事实上在这些环境里面 还有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环境 在set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很多环境 那么这些我们都可以在官方的帮助里面去查到 包括还可以去设置语法加量啊 设置缩净呢 设置是否是自动匹配啊 等等等等 那这些就是我们后面要去扩展去配置的一些内容 只不过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简简在这个地方设置 它只是针对一个文件 对不对 那么我们后面希望如果它是针对所有的VI的话 那所以我们就会考虑在配置文件里面去配置 这些我们这些思路其实很容易去理解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底行模式 那你看一会儿功夫我们就把两种模式都已经学会了 并不难吧 并不难 好 下面我们就学我们最复杂的一块命令啊 这就是我们的命令模式 现在叫命令模式 那肯定有大量的命令了 那么在我们的命令模式里面 会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命令 那么这些命令最常规的我在这里把它列出来 并且进行了分类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类命令叫翻页 翻页 那么用Ctrl B是向后翻页 就是back 对不对 Ctrl F就是向前翻页 就forward 这个很容易去记忆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你说Sandy这个地方 我们没有一个很大量的文文本啊 我们来看一下 找一个吧 我们把这个退出 不保存退出 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建一个 比方说我看一下帮助 看一下VI的帮助 VI的帮助蛮长的 肯定有好多页对吧 好 我们就来通过这个之前的命令 还记得吧 我给他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来给他建立 建立一个 VIman 这个文件 这个文本文件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VIman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帮助文件 下面我们就用Ctrl F 就向下翻页 他们要向前翻 每次都一页 Ctrl B就往回翻 每次也都是一页 F就Forward B就Back 很容易去理解 那么第二类命令 就是我们的光标的移动 这里光标的移动 我们主要是要了解这样几个 第一 是把光标移到首行 用零 第二 是把光标移到行尾 这个是移到行首 不叫首行 叫移到行首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